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参赴增民主保民生 落实高官问责 立法会应该走向全直选 2019 澳门应该普选特首 民主自由是普世价值 要打破市圈子选举 就要靠大家努力去营建 拒绝方言 打破沉默 引入专业界别直选 参与政府咨询机构 一人一票选出各行业的咨询代表 还青年一个字幕 还青年一个理想的家 请投我们第十九组一票 请支持第十九组民主枪澳门 各位市民 民主枪澳门的政綱是 必须落实高官问责制 建立民主政制 2019 普选特首 2017 年立法会应该直选过拨 切实减少 间选及官委议席 规定4千万以上重大公共工程 撥款要交立法会审议 专营和特拒专营的批级 亦都要交给立法会审议辩论 立即收回限制土地 用来规划兴建社会房屋 经济房屋 设定社会房屋和经济房屋的轮后期 落实至少4万3千住宅的田海新城 澳人澳地计划 削外劳 徐克公 保障本地居民就业权益 设实推行最低工资立法 建立专业认证和工会法 立刻制定和执行城市规划 必须由公共参与的机制 善用财政资源 确保澳门居民的子女 不会因为家庭经济的能力 而能升读大学 确保本澳的教育水平持续上升 吸引人才 要确保本澳居民 宅有所依 老有所养 60岁起领取社会保障养老金 和重促建立这个强制中央公职金 特区政府应该关顾 辅允长者 残质人士和贫困人士 改革现时 亲疏有别的社团资助模式 投放资源 促进青年成长 提升本地青年竞争力和国际视野 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 各位市民 请在9月15日 投民主昌澳门神圣一票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最早915》这个节目 今次上来和大家聊天的 是第十九组民主昌澳门两位候选人 是陈韦智先生和李先生 李国强 我略略介绍他们的背景 陈韦智他本身的基础教育在澳门完成 接着是有专上教育 不过涉及到有教育 有宗教 有历史 我不一一介绍了 现职是一个中学老师 在政治方面 他现在的公共服务 就是澳门的立法会议员 李国强就采高中学 然后去广州企南大学读历史 现在的工作在博彩业里面做一个职员 他在公共服务里面参与新澳门学社 成为了副理事长 早晨 两位 早晨 你的名字是民主昌澳门 不是你们早的名字 既然是讲民主亦是行头 究竟民主的理念是什麽 其实民主 其实很多我们发现 今届的立法会选举 很多组别都会将民主的字眼摆出 变成了一个口号 其实我想说一件事 民主其实不是一个口号 是一个态度 就是你过去的四年 或者是更长的时间 你有没有参与一些推动民主进程的东西 如果有的话你将它拿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你又拿出来 其实也是一个空号 其实民主一直去到这个态度 这个当然是大家都认同 但要做出来 做出来的话就对一些事情做出判断 香港有双普选 稍后有机会再谈 澳门政制都要向前走的 你们那一组对澳门政制发展的态度是怎样的 我们就很清楚的 在今次立法会选举里面 我们是强调2019普选特首 至于立法会方面 我们都要求循序漸进 朝着全面普选来卖进 因为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才能够真正的以民为本 以民的施政来作一个他们的考量 不会倾斜去某一些利益 或者在一些既得利益的阶层团体里面 听你这样介绍 会令我想起隔离浮香港的双普选 是否作为一个参考的框架 还是你们考虑过本地澳门的特色 其实我们的基本法 虽然字眼上没有写到最终由普选产生 但并没有写到最终不可以由普选产生 在抄香港基本法时可能抄了一句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社会不去讨论 不去咨询或商量这件事 其实我们永远都不会走出这一步 我们是否要等香港有普选之后 我们才会享用这个免费的政治午餐 其实未必 我们澳门人其实都可以去讨论这一件大事 在澳门作为一个政治人 当然是要搞政治有政治理念 但除了你们强调的政治民主方面的东西 是民生的关注重点 究竟是哪种重呢 今次我们的选举里面的政綱 也都强调是要落实田海新城 澳人澳地 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澳门人安居 下业的问题 尤其是房屋方面的问题 不要使澳门港大有住屋需要的市民 成为了一个房奴 也不要令到我们的居民 虽然没有人要睡觉 但每个人住在倭居里面 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作为一个80后 我和很多年轻人面对的问题 都一样 就是现在高楼价的问题 到我们现在的适婚年龄 究竟我们是应该先结婚 还是买了房子才去结婚 拖得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30岁 40岁又来的时候 我们父母已经入去花甲之年 那怎麽办呢 不紧要一生可以恋爱 这件事不需要担心 一路一路 不过当然 每个人都追求有一个很安稳的居住点 也有人建议 尤其是一个可以方便法门 开24小时通关 接着隔壁是一个港大福地 珠海 然后我们都可以去住 这件事你们认不不同 24小时通关是大势所趋 因为主要两地的关系 可以日前密切两地的居民互动 不过澳门人向这地工作 向这地生活 我们不是说 我们现在这地不够地方住 你们返回珠海住 返回前山住 这应该不合理 我们澳门本身希望 24小时通关是方便两地的交往 和生活上的出行 实际上我们澳门人 应该是有权首要住在澳门里面 而且根据国家的十二一二五的规划 其实有一个港珠澳一小时的生活圈 澳门去广州、珠海、东莞 都是一个小时之后搞定 如果这个关系 原来不是24小时通关 我要等到开关才通关 那你还说什么一小时生活圈 在你证章里面 高官问责制也希望落实 可否讲得具体一点 有没有想过什么方法落实 其实高官问责这一件事 我们是由下边向上去推动 但要执行的时候 绝对是由上边向下边去施加 去执行 因为我们没有可能说 一个处长或技术人员 你都说上边是指最上一个 当然是最上由行政长官 开始自己本身去问责 向下边施加局长 没有理由由这个处长或技术人员开始执行 你由上边自己做事开始 原来我做错事要问责 到你下边的时候 我们自己都要小心一点去做事 所以我们认为 最大的阻力其实是行政长官那方面 因为如果行政长官 他自己觉得 没有人需要向自己问责的时候 到他下边施加局长 如果他管治班子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问责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是领导班子出现了问题 其实所有公务员的法律规定 公正法律制度都要问责 但你们对高官特别要求高一点 包括我相信是局长、司长等等 但行政长官如果犯错 又应该如何问责 又或者他自己个人在政治上 需不需要对他那班伙计、司长 他们犯错误去承担政治责任 如果我们的市民不怕闷 我可以去立法会的网络里面 看看有关书面质询 行政公职局局长如何回应议员 去问关于高官问责 其实带来带来的就是老身常谈 捉摸不到客户所在 高官问责第一就是说 我当年不是说一般的公务员 他们有自己的守责 现在在司局级方面 如何从职效管理、平衡方面 甚至要承担政治责任方面 去到落实 最严重的就是要引咎鞠躬下台 作为行政长官 他作为澳门特区的领导人 他有责任 他将他的团队里面 成为一个真是高效精幹 对于一些容官 或者一些犯了错的官员的时候 必须要严格去处理 至于行政长官本身 立法会的职权里面 都有一个所谓动议弹劾的 基本上来说 他有行政会 要帮他出谋献策 亦都有立法会的监督制衡 行政长官本身 亦都可以按现有的政治体制方面 去进行他的监督 当然当他失责的时候 我们立法会作为立法议员 有责任去提出对行政长官的弹劾 要求他辞职落团 刚才陈伟治也说了很多监督 我们知道立法会议员两个主要工作 监督政府和立法 你作为一个希望进入立法会的年轻人 你觉得 再回看那四年 立法议员对政府监督工作做得够不够 其实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其实立法会一方面监督政府的行政司 另一方面其实立法会都应该被我们市民去做监督 所以我强调一样 立法会的工作大会或小组会 都应该是要做直播 让港大的市民去参与 去观看究竟我们立法会如何运作 有这个工作压力情况下 立法会监督的作用才会做得更大 这是另一个层次间接去推动 所以我觉得在立法会最大改善空间 首先第一个要全面直播会议 另一方面就是在立法会 我们一些立法议员去开会或谈一些事 可以直接去面对我们的市民 直播都有两种风格 不知你是要哪种 因为你不可以要求一个私人公司做直播 只可以要求两个部门 一个就是澳港市 它作为一个公共公营机构 另一个就像香港那样 它由立法会本身有一套系统 将讯息全部录下 将它放上网 再给这个媒体去拿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希望这种方法 其实现在澳门 怎么说我们的资源很丰富 很丰厚 技术上绝对做到 是的 其实我们也有跟澳港市 去开个会谈的问题 其中一个我们提出的建议 就是可否设立一个专门的频道 其实都是一字五 是否开大会开社会 如果平时没有开会 你便重播 因为现在澳门市民最需要的 就是资上的自由权 我们需要关于一些立法会开会的重要情况 陈伟志本身是立法议员 我知道你们基于基本法 有某些法律提案是会绑手绑脚的 但你看自己或民心 过去四年你们在立法工作上 你觉得做得够不够有效率 首先讲监督工作 立法会本身因为现在仍有直选不过半 间选就等额出现 委任那些都是跟政府保价户航 很多时我们就提出很多听证 这件是称是严格监督政府的 全部都被否决 有些议员就说不如辩论 其实辩论是你有你讲 我有我讲 官员有官员讲 讲完就算 是没有结论的 听证可以就一些问题 深入去谈到和揭发出来 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 第二就是立法方面 虽然政府本身有很多关于政府政策的 是有一个特区政府的权限 我们做不到 但我们都试过要求有关的法案 是腾政长官批准由立法会的议员提出 结果亦都是被拒绝 而立法工作方面 我们可以承认 我们这一届里面是做得不够的 是需要加强的 但也会看到另一个情绪 就是说政府交来的提案 是那个时间性是很不稳定的 和很不合理的 先松后紧 先轻后重 好像今届立法会的会期里面 最后的时候 刑数法、成规法、土地法、民迷法 一次过在最后一年的会期被拒出来 你叫我们本身 这一个立法议员要在这个时间里面 审议这四大法案 是时间上很紧绝的 我也想跟回你刚才说的听证 是否法律是赋予了立法会 可以进行一些事前的听证 而曾经在过去那几年提出过 结果是否一次都过不了 一次都过不了 而不是政府否决 是立法会自己本身的议员 是否决定了自己的议员同事的提出 而这一点正正是立法会最有效 和最有力去发挥监督政府作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很多时候有个感觉 我们为什么要自费武功 自我阉割 这件事是很不满的 希望更加多能够去到监督政府的议员 在未来新一届立法会里面 能够进入的时候 去改变这种情况 希望真正澳门的立法会 能够做到一次的听证 然后打开历史的第一次 这次很感谢两位的后宣人上来 多谢陈美芝 多谢李国强 澳门在庞大的经济的处备之下 我们要繁荣家园 充分利用国家给澳门的优惠政策 找紧开发环琴的机遇 推动产业多元化 并赶撤护老远 改善我们的老人生活 设立贫穷线 对老药商产更加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会为豪光尽心俊业 博彩业的急速发展 为澳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 但是 怎样才可以减少负面影响呢 我们需要制定良好的负责博彩政策 发展成为世界休闲旅游中心 大家好 我们是关内澳门第20组 我们是第五候选人李重申 我们有十大政綱 一 繁荣家园 慰责全民 关注弱势社群 二 完善教育 保障就业 孕育未来栋梁 三 优化医疗保健系统 保障市民健康 四 反担枪剑 积谷防击 六十阳光问责 五 要推动负责任 博彩监督博彩业的政策 大家好 我是第20组关外澳门第四候选人宋伟杰 我们有十大政綱第六 六 政制发展与时并进 加快民主进程 七 落实居者有其屋 协助青年人置业 八 改善交通 根治水患 支持环保建设 九 真诚维护先人尊严 关注动物的权益 十 推动文鱼康体 并还落末身心健康 我们的口号是 深入社会各阶层 关外澳门为市民 关外澳门好 请投20组 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最早915的节目 今次和大家分享他们经验的是第20组关外澳门 我身边有两位候选人 一位就是宋伟杰先生 另外就是李仲森 小小的个人资料 我讲一讲 宋伟杰就是澳门仔 在生日室中学毕业后在理工学习管理 现在大部分时间投放在自己的事业上 是做地产方面的工作 他参与的一些公共服务 包括澳门博彩协会 负责任博彩协会的理事长 而李生他本身的经历是一个基础教育 完成了澳门的天主教学校 跟着做车行的老板 现时的公共服务 包括有豪江志愿者协会的当副理事长 开始今天的主题 今天就是讲选举 必然要问这些事情 立一立你们的政纲 在宣传资料上 即不是口号 有一句说话叫做推动改革为市民 大概地 你们想改 为何改呢 或者什么改得要最大 如果在我的角度看 澳门为何我们会说这句口号 最主要的原因是澳门的法律 是非常制厚 我们有很多民生的条件是改善不到的 都在这个法律上做成一个制褬 如果在我们的基础上面 法律的基础是做得到的话 我们其实改善了很多的 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甚至乎只是民生很简单 现在我们讲的加暴法 最热门的议题 究竟是公罪还是半公罪呢 都是议论纷纷 一天都落实不了这种政策 但如果这个所谓在法律层面上 我们是能够加快我们的步伐 有很多的政策得以落实的话 是对于市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想打准一点 其实宋先生和我都做过公职人员 我们都知道要改 特别是改一些法律的东西 又牵涉到立法会 甚至是执行机构那里 我们现在的条件 有没有办法做到你所提出来的希望 能够改得这么快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有深入了解过 加暴法是有两个部门需要去理解的 不只是立法会也可以做得到 因为我们的法务局 也有一个法务的处理地方 如果我们在源头上 如果在立法的程序里面 好像有些人说 首先是半公罪法 等走的时候 等第二天两三年再检讨 其实这些惨剧 和这些事件不断会发生 因为去到半公罪的时候 就是这个元素人 被虐待者 是要去检控他家人 才能够成为一个检控者 其实是否对这些被虐待者 是一个完全受伤害 而没有一个可以显彰公义的手组 如果是公罪的话 我不需要理你这个原告人 去不去告他 已经是大家知道的 不过今天不是法律课 否则的话 可能一讲一个小时 回到刚才的题目 就是今次参与选举 一定是社会里面最活跃的分子 一般来说 我们说这些人都会有改革的精神 但真的很少部分 整个社会 你们都是澳门仔 我都是澳门仔 你觉得这个社会 包括政府里面的体系 有没有一种改革精神 如果我们现时来看 其实政府方面 我们觉得 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因为其实 但不是具体资质的东西 你看到的精神 其实那些精神来自大观 或者政策性的东西 感不感觉到有这个精神 如果我们现在来看 应该感觉 暂时都感觉不到 其实如果你跟我做过公职 都明白公职的体系里面 有时就是一个上级 上程下达 但问题是去到下面 可否反映到他们上级 想他们表达出来的意思 他们原意 是不是真的这样 或者可能下面 就形成了一个 好像有些人说的策略文化 或者一些他们 总之上面 上头叫我做 我就做 做 总之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我们 为什么我们 我们觉得私人企业 因为 你如果下属做得好 上司一定是赞赏的 但问题可能在 公职体系里面 他们觉得我做少点事 不出错就没问题 难怪宋先生下海 他跟国内下海不同 国内下海就純粹在找 有不同的选择 但回到主题 始终要问问你们 关于民生方面的事情 民生条文你们提及的很多 我真的选一两点来问一下 或者我怀疑不明白的地方 例如你们说到 落实阳光文集 具体怎样做呢 阳光文集 我们现在大家都看到 很简单 好像我们澳门有很多大型的工程 他不断追加工程费用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议员 都有去质问这些问题 但我们的官员回答的方式 始终都是 即是演员 他没有完全去交代事件 只是说通过某些委员会 或者通过某些机构 查询了 或者有些顾问公司解释了 那就算了 这个是不是阳光呢 我们的政府就说 他一定是阳光的政策 但给我们市民看 就看不到阳光的政策 所以要落实高官问责制 如果没有高官问责制的话 官员的不作为 或者他的行为 出现了一些疑似 疑似 所谓的官和商人 上面有一些不清晰的地方 都没有办法去厘清 如果有落实高官问责制 我相信这个问题 是可以让市民更多知道更多的内容 很多人都会说 现在你是问者自问 或者批评的照座 但他什么时候回答 就不理你 其实牵涉到社会 延传过政治制度的问题 就带到所谓政制改革 你们都会提到 跟双普选有关的资料 又有一句说话叫做 政制发展与时并进 加快民主进程 究竟你们的所谓快是快成怎样呢 跟着你们的发展 是要求立法会里面直选 比例是否真的要加大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在我们政康里面也有提到 其实我们希望在2021年 将立法会选举的 直选的议员人数过半 但是因为 现时我们今年的立法会已经定了 其实我们未来 结束这次立法会选举之后 我们过多两年就会再检讨 我们下一次 立法会和特首选举的选举制度 到时我们可以再 我们希望当然这个可以尽快 可以落实 将直选的票数过半 这个就是立法会了 但是很多个别的组别提到很具体的 2019年希望特首直选 你们组对于这个时间有没有态度 我们保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 因为为什么呢 不能够只关于一个口号上 我一定要几时可以普选到 香港行为都是大家看到的 我们不希望好像 占中或占什么占物的动作出现 因为如果去到这个阶段 澳门本身未成熟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去开放它 但后果是更大的 我们是面对到未来的发展 然后一步一脚印去行这个民主的政策 好像我们的祖国 开放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看看现时他们的民主进程 亦都有进步 但是不是一天可以进步 不是的 我们是每一步一脚印 都要考虑本地元素 我明显地注意到幸福这个词 不只是你们组 有一两组都用幸福 但这是绝对好事 澳门人或是中国人不想幸福 包括中央所说的 习近平所说的 出国盟也好 广东省头头说的 幸福广东也是幸福 你们心中的幸福 包括了什么 是否做了你们在政缸里面 所说的十大目标就是幸福 我相信不是 因为一个政缸 其实十大政缸 是否将我们一个团队里面的精神 完全放进去 是否不是 因为我们只是面对到 现时最近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它讨论 但日后我们要一步一脚印 跟着这些时日的发展 和市民碰到的问题 我们就改善 怎样叫幸福 最基本的 市民现时是否个个个 可以有一个所谓工作的时间 和一个态度一个机会 比以前的已经好很多 但是我们经济收入的来源 是高了 但是幸福之材低了 是否没有楼就不幸福 不是只是没有楼 我相信有很多东西 包括我们的物价 包括我们的交通问题 我们住宿的问题 其实一系列的问题 是历年来我们澳门回归了之后 我们政府有关的官员的不作为 或者是放轻了脚步 令到所有的东西 能够有一个政府的部门 去解决这些问题 不是只是落一个口号 如果约全部是一个口号 我们可以说 人人有屋住 你觉得真是这么容易吗 大哥 不是真的人人有屋住 就算特首政府 给你也给不到的 问题就是第一 我们澳门人 你向上流动 不要仍然做一些阶层的工作 好像外奴进来澳门 你看我们的博企 赌博的事业 反而外奴 去带领澳门人 我们觉得这件事 是真是一定要 深思熟虑 是如何将澳门人的质素提升 那便要自我改善 没有错 幸福不是必然的 不是他会自己来的 是要我们去争取的 当然作为政治人 你参加今次的立法会选举 就希望入局 但结果只有两个 入到或入不到 入到就可以透过立法 又或者监察政府去改善 但假设入不到的 在建制以外的 你们组 或者你们个人的宋先生 如何继续关爱澳门 其实本身我和李先生 我们一直有参加澳门其他社团的活动 其实大家都知道澳门的社团 现在超过五千个 其实我们有很多社团 都是关于一些公益上 例如我们好像负责博彩 或者他们的志愿者 其实我们在这些上面 我们可以做多些 跟市民多些接触 多些关心 多些民生上的沟通 其实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一直参与这些社团的活动 跟市民有很多互动 其实我们在政綱里面 提到的东西 很多都是在我们平时日常生活 我们在社团里面 跟一般市民去接触 去收集回来的 是的 我们这十多二十年 都一直在做这些工作 一直都是为市民 只不过近期可以有机会参与这个选举 我们再投入 当然这是一个政治选择 或者你是入局之后 你可以继续发表自己的政治立场 刚才提到 因为阿里山一段时间 曾经关注过负责任博彩这件事 你可否提一两个点 是你自己所希望的呢 最基本的 现在在娱乐床所里面 它的禁煙都未做得到 我相信有很多在职人员 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 为什么不是全面禁煙 为什么只是赌场里面 不是全面禁煙 这个很奇怪 但所有食肆公司 全部都是禁煙 好 绝对为员工健康着想 今次多谢第二十组 关澳澳澳澳两位候选人 宋伟杰和李仲芯 多谢大家 深入社会各阶层 关待澳门为市民 关待澳门好 请投二十组